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就不得了 这个是死亡的名分欧乃维要呈现 刘士尧 陈志平 哭得生死历劫哭到不能自已 失去孩子的痛醉事难以承受之重 23名师生葬身火哭 临死前老师林俊娟怀里抱着的 其中一个是她的独子 年近三岁的欧乃维 我今天早上8点钟 把我的小孩子送交给学校 我要小孩子还我一个小孩子 我要学校还给我一个小孩子 忍不住激动情绪被一份交加 这是26年前的侯友怡 当时担任台北市行大副大队长 侯友怡我必须讲说 她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坚强的 她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大女儿 然后乃维是小儿子 本来是想说有了一个女儿跟一个儿子 就是一百分嘛 这侯友怡当时就做了结扎了 原本已经凑成一对好字 侯友怡不打算再生儿育女 没想到命运捉弄人 她与乃维的父子之情 只有短短三年的缘分 那时候健康幼稚园听说 是台北市办得最好的 所以也是很多人就讲说 这个要有特别关系才能够进得去的 尽全力给独子最好的教育 却换来悲剧 侯友怡基本上 她那时候上班的时候 就顺道先把乃维送到健康幼稚园 所以她到幼稚园的时间 可能比其他学生早 所以乃维跟林老师 就蛮多独处的机会 在乃维心中 林静娟老师仿佛是第二个妈妈 因此就算被大火吞噬 但是她也要紧紧跟随在老师身边 林静娟是怎样呢 林静娟当地求爱带人到外 还起来 林静娟就叫出来了 林静娟怎么知道 要对白车店又起来 起来到我发声了 才看到林静娟的网友 在林静娟的卡锅 漂亮 林静娟 对白车店 当时拍下的这一幕令人动容 宾馆内 侯友宜忍住眼眶里的泪 轻轻拉着崩溃大哭的太太 夫妻之情一语言表 共患难的这一刻何等煎熬 那林静娟老师因为没有结婚 所以后来 侯友宜跟侯大嫂他们就做了一件 我觉得也是蛮感人的事情 就直接跟林静娟老师的爸爸妈妈就讲了 我刚才要去美女党 问到我 不然她现在也是想让她王先生起来 要让她做客套 但是我们的官员 现在他王先生不需要 让我度过来收客套 我们老的宅家跟我说 你去的林静娟牵死 她如果有大圆有杯 你最后不做客套 我会让她牵死一杯 她没有两杯 就这样 出生了 自己 这两个自己拿相片来跟我们三人 他们两个就变成就是 在院间就是就围伴了 就是女子 侯友宜说这样子 我们也比较放心了 在天上她也不孤独 有一个妈妈照顾她 就是这样子 牵线为奏事的爱子找到宜归 而侯友宜夫妻俩 在这时也做了重要的决定 再用另外一个生命 度过这个悲痛 所以他们在健康幼稚园的 火烧车事件之后 没有多久 他们夫妻就决定还要再生 希望把乃维生回来吧 这算是心想事成吗 侯太太真的顺利怀孕 还出现意外的巧合 这是手啊 第二个女儿乃佳 乃佳的这个预产期 就刚好是乃维 在火烧车事件 离难的那一天的第二年 就是周年 然后你看到这一对夫妻 真的是了不起 就当机立断 主治医师就商量了 提前一天剖腹 她说我怎么可以让这个新生命 永远都活在她哥哥的隐隐之中呢 怎么可以将来每一年再帮她 帮她吹蜡烛 庆祝生日的时候 又看到父母亲 在很悲伤地敷念另外一个 失去的生命呢 不愿妹妹的生日 又是哥哥的近日 夫妻两避开悲喜交迭的情绪 而在怀下恶女人后 又醒过三千金 但失去爱子的痛 真的就这样放下了吗 侯友宜一直到18年后 她在警察大学 她在警察大学当校长 然后再跟学生讲 人生的意外来说 她跟她儿子的照片 泼在那个地方 她说这原来是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 一夕之间就变了 变得掉了 你问她痛多久 到现在还在痛 的确 平常绝口不提 丧子之痛的侯友宜 在她宣布参选 新北市市长时 难得提起了伤悲 我自己 允贵 无数次的 障碎灌头 我自己的发言 也会追心之痛 我没有痛苦 我全部未收 我觉得侯友宜了不起的一点是 她把这个 对乃维的思念 更积极地 化为对很多小孩子的关系 快点啦 不行啦 你快走 她在有一年警察结束 她就办了一个圆游会 就事实上这些 唐市政的孩子们 到这个警政署里面来 然后我就看到侯友宜 穿着制服的 三线四新的警政署长 身上一下 这边一个唐宝宝 那边一个唐宝宝 今天十四年 是回来看我们老的 每次看我们老的 我都会来 佛祖北京拜拜 侯友宜她就是 一个乡下的孩子 因为她是家义铺子人 家义有很多姓侯的 那她的父亲 在铺子市场里面 是卖猪肉的 虽然家里是卖猪肉的 爸爸妈妈 其实对孩子的教育 是很重视的 从侯家四名兄弟姐妹的成就中 就能看得出来 因为排行老三的侯友宜 还有个优秀的二哥 就是在高雄小港医院 担任院长的侯明峰 侯明峰是乳房外科权威 投入乳癌防治工作近三十年 因为我们两个差三岁 所以小时候就比较玩在一起 因为大哥还是实际就是说 长子嘛 当然我们两个兄弟的比较近 最下面就是妹妹嘛 兄弟俩感情好 不过侯友宜沉迷得早 让做哥哥的有些困扰 我们在看诊的时候 也曾经有病人 为了来证实说 我是不是他的哥哥 为了这样来看我的诊 大家也知道我做的是 做这个乳癌这个坏 不过好多人看了以后 都认为说我们两个长得不像 更可爱的是 我旁边有的同事 在我旁边做了好久 也好多人 还跟人家大肚说 我不是他的亲哥哥 虽然长相完全不像 但侯明峰说 兄弟俩工作认真尽责的态度 可是一模一样 在他们小时候 就经常到爸爸工作的猪肉摊帮忙 过年过得也比较忙 大概都会 菜市场有时候人多的时候 总是有个帮手 小帮手之类的 也因为爸妈忙碌 做哥哥的虹明峰 有时也身兼母职 我弟弟大概从以前 国中的时候那个年代 又在考树立的初中 然后高中 还有包括考警官学校 每一次他可以考树 都说我去陪他 嘉义高中毕业的侯友宜 连考一放榜 成绩也没让家人失望 同时考上了 有国防医学院 那么也有考上一个高雄 师范大学 那么也有警察大学 警官学校 基本上爸爸很尊重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 我爸爸就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反正你都是要练公家的 学校 所以就看你的心情 他当时会选警察 他常常讲说 他在高中的时候 不小心读了一本书 就是李勇写的 《中国十大名探》 刚好介绍到刑事局 有一个组长叫做摩乃修 在书上形容他是会避虎宫 会飞檐走壁 然后可以行侠仗义 所以他其实也想过一个 跟他哥哥走不一样路 没有考虑去读医学院 选择读警校的决定 也开启了侯友宜 不平凡的一生 大学期间 还因为他严谨的个性 得了全清奖 那大学另一门必修的 戀爱学分呢 有没有也欧帕 同学们开始也有一些什么 比如说刑事系的 也会去找校外的一些联谊 他也会参加 可是他在那段时间 完全放在功课上 他自己知道 他没有那么多余钱 可以去交女朋友 但就在毕业后 当警察期间 透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他说他做任何事情 就是爸爸就告诉他说 绝对你自己做的决定 绝对不要后悔 所以这样的习惯 也变成就是他后来 在认识他太太 他太太其实就是 他的第一个认真交的女朋友 也是 对 是初恋 也是唯一的 唯一的女朋友 我们那个年代的话 多数会先带回家 爸爸妈妈认可 我们才会再更进一步 爸妈看过后 当然很满意 当时还是女朋友的侯太太 但不太浪漫的侯友宜 曾经透露 第一次跟妻子 约会的地点 竟是在排骨面殿里 而且还是女方请客 他太太 家境就跟他们家 不太一样 他太太的家境 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他的岳父家 当年是经商的 台北有名的 就是所谓的上海邦 就是外省人 可是这个太太 个性又非常好爽 但好爽的太太 相当注重一姿 就连跟侯友宜出门爬山 也遮遮掩掩掩 她也不想去 她也不想去 她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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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爬爬山 也是非常低调 所以这一部分 其实她是很少 会跟同学炫耀说 我现在交了一个好的人 因为她太太 超级低调 或许不想受到臣民之累 因此到目前为止 也没看过侯太太本尊 在镜头前曝光 然后也很独立 也不会黏着侯友宜 也知道说她的先生 经常是为了要办案 重大刑案 经常就没有办法 在家里陪她 她也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太太独来独晚惯了 还能打理好家里的大小事 让侯友宜没有后骨之忧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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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静心这个南北五官的 夹持案的时候 她说我不进去 谁进去 我万一不幸走了 我也知道 我太太有能力 也会帮我把我的小孩 把我的父母亲照顾好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都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那我觉得 胡太太就是这样的人 对老婆的尊重 我想三十几年来 都已经刻画在内心当中了 虽然在镜头前 很少谈论到老婆 倒是对好朋友 很感性地说了这段话 她这辈子最正确的一个抉择 就是娶了她太太 她说她感谢她太太给她的一切 她不但帮我养我的小孩 教育费 甚至于我所有的这个吃喝串用 通通都是我太太负责的 太太她回来做菜 只可惜我比较少回家吃饭 妻子的背后默默支持 不在人前出头 但却因为这个爆料 让侯太太的家事背景曝了光 整栋五层楼建筑 占地将近500坪 这是台北市文化大学 大群館的学生宿舍 这栋建物的包租婆 这是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的太太 任北林 这是乃维过世了之后 那侯太太的 她原来她的父亲留下给她们的遗产 就是那块土地 后来她的岳母 就觉得侯乃维过世了之后 你侯友宜这样子 这太危险了 就把她们夫妻找去 就准备就告诉她说 你们要有个想法 所以她决定把她的土地给侯太太了 妈妈赠予给她 所以我们在兼裁院生败里面是 完全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所以也不知道说侯友宜 哦这么有钱啊 光她在承租契约里面 目前一年收入是上千万元 议员当时爆料 侯友宜太太作用 两名山一百零件套房 市值超过1.7亿元 租金收入惊人 土地的取得 其实大部分是继承来的 那只不过说侯友宜是一个非常smart 非常工于分析的 她当时在想说这块土地 我要怎么样做 比较有经济的效应 文化大学的学生 大部分经常都是骑摩托车 走养得大倒 每一年都会听得到 有好多起车祸事件 还有死亡车祸都有 所以她就觉得一个安全的 安全的学生宿舍是有她的市场 她也都考量过后 她就决定 所以申请的不是一百零米 其实是99个门牌 盖了这个学生宿舍的套房 从有财产申报开始 每一笔都在财产申报当中 完全都有申报 当时开记者会澄清 只是不想岳父母赠予的家产 被放大检视 侯友宜相当保护家人 就连女儿是高财生 也嫌少人知 老大他训练台大 他训练台大毕业以后在出国 他要去美国的会计 他这个大女儿相当优秀 只不过因为老爸那么知名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的小孩子是谁 我想说老爸我警告你 绝对不可以签你的名字 第一个你经常不在家 我也看不到你 你也看不懂 前面后段你也看不懂 你签的不是负责任 你不是叫人家负责任吗 怕给女儿带来困扰 这就是我讲的 因为他早年他一直都是在打击犯罪的 那到底得罪了哪些人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 把家人的心情摆在第一顺位 但随着侯友宜宣布参选新北市长 其小的生活可能也因此受到影响 这一次 其实我们大概所有的家人 基本上都是反对的 但有时候就是 如同他讲的嘛 因为他一生这样都是奉献给公家嘛 讲一次坦白话 我们也看得也是 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说叫他不再继续做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尊重他的宪责 最需要顾及的 恐怕还是枕边人的心情 像我弟弟对他老婆也是相当尊重 所以他第一关不是 第一关是说服他太太 你又花了不少时间说服 那是我人生最大挑战 因为我相信很多 其实很多啦 很多健身人物 他们最难受的那一款就是家人 很坏说服 那很坏说 但如今看来 太太最终仍尊重侯友宜的选择 毕竟选战的漫长路 还需要家人们做她最坚强的后盾